美股四大指數同創新高 其中導致在特朗普當選後 短短兩個星期內升超過3% 美股後市能否保持強勢呢? 首先看回美國四大指數上一次齊創新高 已經是17年前的事 當時標普500指數大約再升6% 在2000年3月見頂 其後谷位橫行一段時間 直至2001年科網股泡沫爆破 大市才顯著調整 如果歷史重演的話 美股強勢應該還可持續1至2年時間 專家又怎樣看呢? 現在美股穿頂而上 有少許是因為資金流的問題 但下年是否還是喜歡資金流呢? 這個叫大家再想想 雖然專家對美股牛市有保留 但要留意的是 市場開始對美國出現通脹預期 如果預期成真 美元相信會保持強勢有利美股 如果想投資美股 投資者又有什麼辦法呢? 事實上 不少大型銀行都設有美股買賣服務 不過佣金收費各異 另外投資者都可以在券商開設美股戶口作投資 部分設有入場門檻 那麼投資美股需要注意些什麼呢? 美國人炒股所得需要繳交資產增值稅 不過外國投資者就可以豁免 所以開股之前記得填寫合式的表格 聲明自己是外國人的身份 另外 炒美股需要繳付股息率 香港投資者的稅率是百分之三十 通常由券商直接在分紅裡購取 還要留意的是 美股的購買單位一股計 並不是一手 入場資金相對較低 如果不想麻煩 可以選擇美股ETF 市場上面有不少追蹤美股指標指數的ETF 可以供選擇 想進取一些 可以賣槓桿ETF 如果看淡 市面上亦都有反向ETF產品 投資者可以作參考